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说人家在讲什么 这个是在模糊焦点 今天大家在争执的 双方国家定位有争执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在讲民主的程序 这贴标签谁不会 不会可以说你一国两制的版本 你跟香港一样 立法局你去查查看 我都帮你查过 我可以被贴说你是一国两制的版本 对不对 那你问民进党的主张 民进党主张很清楚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金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 名字叫中华民国 那今天问题就出在于说 目前民间版的这种设计方式 以及民进党党团 以及其他的几个修正案的 那一种设计方式 是的确很有可能 在未来对两岸关系产生冲击 因为你只要违反 在这个民间版里面 违反那个程序性的规定 违反程序性的规定 还不是实体上 是不是有颠覆国家的问题 其实就处七年以上 我刚才讲说 你这种条文在那里 以后哪个公务员敢上谈判桌 刚刚主席劝我不要贴标签 这个我禁表接受 但是问题是 我们行政部门 一路以来被贴的标签 不知道多少 没有 所以我在讲 就是上谈判桌的人 他如果回来被贴标签 七年顺便送一个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怎么办 没有啦 就是这个问题啊 这个都不是那段外观 好 那徐教授他要我正式 正式的来回应说 难道这个要抛弃民主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支持民间版的学者 甚至有些同学 老觉得马政府要买台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会很委屈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在维护国家的主权 跟台湾的利益 你可以不欣赏 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为什么要去说 因为我们设计这样的一个制度 我们就不要民主制度了 我们就不要人权保障了 我们就不要你们要的一些价值 我们的价值真的有差那么多吗 这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那国会监督 我们跟立法委员之间的这个报告 难道就不是一种 让国会可以监督的情况 各位学者 你们 我以前也是在学校教书 你们有没有一天 站在这个地方 被陈委员咨询过 那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真的 这个国会监督 你以为那么容易就过去了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跟立法委员报告 像陈委员是很用功的委员 我讲你好话了 他会很用功的找很多问题 来质问行政官员 这不是你要闪 就可以闪得掉的问题 这是真的国会监督 但是 如果你们只看到你们要的部分 就说行政院版一无是处 那我们也只好说 其实如果照民间版的制度 如果最后政府是照这个方式来运作的话 两岸关系会陷入一个空前的危机 你今天从法律的角度 你可以从宪政的角度 去区分行政立法各自的权限 那像这种高度政治性的东西 它虽然是行政权的范围 但是因为高度政治性 所以用政治来解决 政治解决 总是要由法律来规定 总统滥权怎么办 大家在担心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这程序上我们先讲 我没有针对说特定谁 我只是说 像类似这种重大的 涉及到主权 国家安全等等 这些两岸的政治关系的安排 那这个当然是要 有一个程序性的规范 你这个你不能视而不见 对不对 你不能视而不见说 马总统有政治承诺 那马总统政治承诺 我就不喜欢讲政治话 他讲这个大家谁会相信 我说真的 我就会相信 只有你相信而已 那话不能这样讲 只有你相信而已 你看633 大家讲到都讲烂 重点是公民投票的这个程序 大家的原因是在这里 公民投票的程序 这个是他讲得非常清楚的事情 我知道啦 但是我不是马英九的信徒 不是他说什么 他叫我吃屎 我就吃屎 对不对 我讲这样很难听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大家谈就是这一块 对不对